一路走来 我们仅仅依靠人民 交出了一份又一份 载入史册的答卷 面向未来 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三个世纪六十年代末 我还不到十六岁 就从北京来到了 陕西省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当农民 一干就是七年 我去接近平和其他知情来个村 第一个小就是这个厚色 收稿收稿的 那会儿瞧瞧不好 大多数十年吃的都是野菜团子 玉米嫂子 那时候啊 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洞里 睡的是土炭 乡亲们的生活啊 十分的困苦 经常是几个月 吃不到一块肉 有一回来 我去看景致 他给我说 黑子 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 我说 嘿 你咋能吃上这么好的东西呢 景致的说 英台家给我送来一碗 可把我当时吃下了 当时的山北呢 大米是很喜爱的东西 逢年孤节都吃不上 因为景致真的是把我们当自己的情人 所以呢 我们也把景致当自己的人 景致山梁家河当虫子书一年多时间里 为了让老百姓的吃饱肚子 大雨地霸 增加菜量 多大粮食 为虫里做了好多好事 解决了我们当时想都不该想的事 让这个贫穷落户的草子呢 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和那么独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人生啊 我的第一步 迈出来 就是到咱们梁家河 在这里选择了我的道路 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说 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 我要从政 做一些为老百姓啊 办好事的工作 景致2015年2月13日回来 这人都兴奋啊 那些的饭菜呀很简单 都是党地的龙族的土菜 都是我们现在常能吃的菜 景致感慨地说 现在呀生活好了 那时我才梁家河插队七年 只吃过一栋大米饭 只想请送给我的 那碗米饭吃得真是响啊 他还记得那碗北米饭 还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而且梁家河的每一道沟 每一座山 叫什么名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经常促进生情的 还是我这个认为的始发地 就是郑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们郑顶是著名的高产穷县 虽然全县粮食产产超千金 但老百姓还是很穷 1982年3月 习书记来到郑顶工作 83年 习书记给我们郑顶级大学生写了一封信 信的莫为署名 你们的同志习近平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第二年夏天 他邀请我们回家做乡村调查 当时的我们 每人一把椅子围坐在树荫下座谈 习书记说 人是要吃饭的 咱们人多地少 饭不够吃 我们怎么能增产 怎么能吃上富食 你们都是人才 学了家里能用上 我们每个人听后都很振奋 感受到调梁扛住的责任 同学们马不停蹄地下枪开展调查 到一个地方就是先做学生 再一个就是吃透情况 不要盲人摸像 所以我来了以后 就是尽量地跑 一辆老式凤凰二八自行车 习书记经常骑着他 奔波在登顶的乡间田野 常常直接下乡 下场入户调研 一早就是一天 1984年 针对正经的区域特点 习书记顺势而为 因时利导 大胆提出了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发展半成交型经济 他在这里吹响了 富民强县奔小康的号角 实现了农民改善生活的承诺 当县委书记 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 当地市委书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 我想就是为老百姓啊 多做一些事情 福建福建 顾名思义 福建是个有福的地方 福山福水福建情啊 今天我给同学们将讲三十多年级的故事 1990年夏天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 7月4号晚上 刚刚到任的习近平校长 请我去他的办公室 详细了解学校情况 那时的明大 因为办训条件不达标 正被国家教委黄牌警告 学校一开学啊 学校长就马上召开现场办公会议 在会上郑重表示 从我开始不但挂敏明大 关心这个学校建设 及时解决具体问题 我说要提倡行动之上 理论方针政策部署都有了 由谁去落实 强化抓落实的这个力 为了让明大走出困境 办出特色 习近平校长只要一有时间 就举办现场办公会 别生的就业问题 教师的编制 住房 新教学楼的建设进度 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放在心上 亲自研究部署 推动实施 结果一年多的征抓事干 和明大师生的共同努力 明大通过了国家教委的验试 在监论明大校长期间 习近平第一次提出 马上就办征抓事干的精神 少说空话 恨抓落实 习近平校长 当初一再跟我们说 我们现在没有条件 并不等于我们今后没有条件 今后等我们有条件了 我们还要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如今啊 南部已经变成现实 今天的明大已是沧山巨变 习近平校长在明大的工作 激励着每一个明大人 激励着每一个朝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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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人民群众这种要求啊 在这个很多方面都是比我们更紧迫的 我们应该做得更朝前一点 只能朝夕的精神 做好我们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节 一定啊 要把我们的老百姓 特别是我们的农民 服一把 我大半辈子都在种葡萄 二十年前认识的习书记 我还请他喝了杯酒 九八年 当时的省委副书记习近平 就来到我们南平调研 我们南平过去也是农业大士 但是产业生机的比较旺 之前农民对农业技术 非常的渴求 种什么怎么种 怎么卖个好价钱 每家每户都梦想着通过自己的田地 赚到更多的钱 习近平提出 农业根本出路在科技 在教育的要求 一年之后 市里就把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 下派到村里 两百二十五个人 下派到两百一十五个村 我也去了 市里给我们这些人一个称号 叫科技特派员 2002年4月9号 我见到了正在顺参张敦葡萄园 调研的习近平 没想到西书记对农业特别的赌 一问一答就流伤了 他问我 现在葡萄产子怎么样啊 我说 一某葡萄有七千多元的产子 他听了之后说 那不错 可以发动电动的群众一起种 我们还请西书记喝着自己酿的葡萄酒 现在整个明北山区有七万多亩的葡萄 一年产之六亿多元 上万的农户种葡萄脱品之户了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了二十多年了 从我们最初的两百二十五个人开始 现在全国有八十多万科技特派员 在田间地头 我们科技特派有三件宝 单车 干粮 工具包 有的单车 洋长 小道随便走 山地 田间 都能跑 工具包最重要 随时随地都能给农民朋友 进行释放和指导 在西书记的关怀指导下 科技特派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数字 解决了技术难题 还帮助农民创造了许多新的经营模式 现在有了这八十多万个工具包 科技特派就能随时做给农民看 还能带着农民看 领着农民状 调动广大农民机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动力 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 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强险救灾的重要原则 就是以人为本 把人民群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2010年8月12日 习书记正在精华考察调研 省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后 他立即赶回省防汛防汗指挥部 他再三叮嘱地方干部 海上渔民和近海贪图养殖人员有20多万人 很多人是民工 根本不知道台风的厉害 必须转移 台风云纳对于整个台中市中西的影响 已经非常的大了 很多树木都被连根拔起 8月13日 由于云纳台风暴雨强度大 沿海地区的大片平原受到洪水淹没 得知温岭一地有6000多的群众被洪水围困 习书记坚持要做冲锋舟 去看望受灾的群众 习书记从福建到浙江工作 对防汛防台十分熟悉 他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看得更重 在历次的重大灾情和重大托发事件面前 各级干部坚守防台里面 靠前指挥提供有效的保障 这在浙江已成为惯例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形势在发展 时代在发展要与时俱进 也有很多新的任务 新的课题 又需要我们去破体 2003年1月5日 印度吃过的海风 习书记首次登上了周山岛 长期以来 因夜水相隔 周山非周切互相往来 勾走一条全天后通往落地的通道 一直是周山人民的梦想 通过实际的调研 写书记了解了周山的困难 并看到了周山的潜力 他思考的是这座海岛涌速的发展 写书记提出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给周山发展 提供了全收未有的际遇 上海飞跃太平洋 江苏它的这种底蕴是深入玄武 浙江的精神就是前唐江山梦潮 就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 有机一体化构成 将是相得益彰的共同发展 他认为基础实施的互联互通 是一个去开放的基础 建设跨海大桥 世界变形 周山告别了海岛时代 进入了大桥时代 周山连通了宁波 宁波连通了上海 从此周山大战了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海筹道 如今随着周山跨海大桥的建策 加快推进了宁波周山港一体化 2022年宁波周山港 已超过12节5亿等货物吞吐量 为止世界第一 这也是宁波周山港连续第14个全球第一 既要谋划长远 又要干在当下 一张蓝图会到底 但是一刻也不能停 总书记给我们分析了 全球超大城市管理的难题 对于超大城市的治理 最终的落脚点呢 还是要落在关注群众的需求 让老百姓少跑路 老百姓办事更有获得感 上海这种超大城市啊 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 这么惊喜 虽然是小社区 对根结底啊 对人民的心理 老百姓的幸福乐运 人民群众在这里啊 都获得感情 也在这里 你一生追求什么 你要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要一种充实 要自己做一些事情 那么做事来讲 可不是选择是山清水秀啊 还是鸟鱼花香啊 真的要做一些呢 为老百姓啊 有意义的事情 看看你们啊 都是这个村的吗 对 你们都要好啊 也很大事 国家主席嘛 都跟他拉这么说话 东西还挺满的 到底都在这儿 交流的时候 就像你家子一样 当时没想到 总书记怎么能够关心 到这么细节的问题啊 两分两处的 要得卖多少钱啊 按照这个家子 鸟长有加热的吗 有 你睡了 总书记对我们工人成长 非常非常的关心 在我闹街 哎呀 倒是把我盖住 整整家里出去的 收入还是不错的吗 对 你也要保留生理 好的 你也要保留生理 谢谢 看到你们很高兴 总书记 他在梁家库当公司部书记 给农民是相当一块啊 这叫新练习 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 根植人民 劳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分本目标 我是人民的情务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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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结奉工 接受人民监督 为建设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努力奋斗 宣誓人 习近平